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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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15時間 希望你聽到我的聲音 今天搞得好像很恐怖 又戴口罩 又戴眼鏡 又戴手套 今天做些甚麼呢 今天尋命薄 今天跟大家來試機 富士今天有新機發布 今天真的尋命薄 很多人 真是誇張 現在現場也有很多行家 個個都嚴陣以待 戴口罩 戴眼鏡 不單止 手套也戴 為甚麼呢 今天大家來試機 你摸我摸一下 坦白說 賺命薄的 OK 不要緊 今天富士在香港 給記者 韓家試兩部機 一部就是Fujifilm X-100V 這部機已經出到第五代 感覺是相當良好 稍後跟大家說 另外今天試另一部 X-T200 最近很多朋友問我這部機 坦白說 拿起手的話 屬於一些輕型的機 認真拍照的朋友可能會看不上它 為甚麼同期的話 兩部機放在一起 肯定X-100V就抱很多 這部機拿起手的話 只是玩具家庭機 但是聽說它的性能也很強勁 我一會兒試給大家看 音樂 今天這個位置沒有人 四野無人 大家儘量避免出街 所以我脫了口罩 講話都方便一些 先講講這部XT200 XT200拿上手相當輕 我們用重型機的人 這個重量就好像沒有東西在手 講得誇張一點 實際上真的很輕 好處就是如果你拿著作為一部旅行機 是相當不錯的 作為旅行機相當不錯 雖然感覺上它真的好像玩具一樣 價錢我猜都是不貴的 我打出來給大家 我現在沒有價錢在手 感覺上這部只是講玩具 不要介意 但這個玩具是相當厲害的 相當厲害 首先根據富士所講 它這個眼部對焦比XT3更好 我不是說XT3一定很好 但問題是它比XT3更好 機身比較香 但它的AF比較好 即是假如你如果沒有入手過XT3 你看兩部機外形 肯定XT3會爆很多 當然將會出的XT4更加好 但我收到資料 XT4將會延遲的 沒有辦法 現在這個疫情環境 全球的供應鏈 相機生產供應鏈 都會切斷了 生產會慢了 所以我預計收到的XT4將會延遲才能夠推出 可能這部機器都是Made in China的 我不肯定 但問題是 消息人士就說這部機器會延遲 所以這剎那如果你很渴望 玩一部富士風的新機 你又想玩這些單反款 即有一個零鏡 裡面當然是EVF 如果想玩這類的相機的話 XT200就可以止住割的 但這個不單止止割那麼簡單 第一 這部機器不單止是拍攝硬照 拍片都相當正的 它是拍到4K的30個Frame 但幸好它是沒有Crop的 其實應該沒有Crop的 假如這部機器如果4K有Crop的話 就是有等於沒有 現在我在拍片這部就是了 4K有等於沒有 這部機器是真正4K 它沒有Crop 你可以放心用 而且這部機器是拍片的 為甚麼呢 跟上一代不同 富士的機器它們永遠的咪插會小一點 但這部機器它的咪插就正了 怎樣正呢 看看 正在咪插的孔是標準的 標準的孔 不會一些小的孔 OK 可能你看不到 即是說我如果要拍片的話 我就插著一支 直接插著一支咪 就不用再加上Depta 這個真是得證 應該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好明白 為甚麼要整個小插 全世界的咪都不是這個插的 OK 假如你拿這部機器來拍片的話 可以直接拿來收音 我預期這些機器來拍Flop的話 是相當正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OK 它的反螢幕 看一下反螢幕 OK 就是我最喜歡的反螢幕 這類的反螢幕 其實是最適合我們拍片用的 為甚麼呢 因為它直接 直接我方便反出來 上機器裝咪不阻 另外這部機器有一個叫電子雲台 電子雲台 電子雲台它只剩下一點 但好處是可以給我們 看不見到 好處是可以給我們 一個比較穩定的影像 待會我會試一試 和我拍片 即是說現在我拿來拍片的話 就OK的 以這支15到45 我個人覺得它好像不夠歪 但是我正在用這支11mm 11mm的 可能會好些 手不需要伸直 現在用15mm的話 手要伸直一點 即是我的頭帶 所以現在拿來拍片的話 是相當OK的 其實是 官方說的話 電子雲台的話 是利用crop少少 一個三軸的防震 三軸的陀螺椅去計算 相機的動動 給大家一個穩定 結果怎麼樣 我實際試一試 我看它的官方片是相當正的 這部機 當然是一部日常使用的機 它目標就是 你拍片就可以 你拍照就可以 這個真的是 現在針對一個比較新的市場 即是說以前這些傳統攝影師 拿來一部機拍照 有些製作人 有些製作人 又希望拿一些 這類機 所以由數碼單反 可不可以模反 就可以拍一些很棒的影片 假如你是燕別村中間那些人 又需要拍的硬照 又需要拍片 但你對拍片的那個 技術要求 又不是太過交關的 這些機就很適合了 每天拍片 又不覺得它阻礙地方 不覺得它重 但一部機可以應對你拍照的要求 和拍片的要求 那是真的不錯的 這部機拍片也有HDR的 即是在一些光差大的環境 拿來拍片的話 它都可以的 即是可以給你一個比較不錯的感覺 真的要試一試它 真的要 OK 那這一段呢 我就用這部富士XT200拍的了 那現在開了這個 不是4K 現在是高清 高清的開了HDR 那看看大家的感覺怎麼樣 現在光差比較大的 那你就 看看感覺怎麼樣 那收音呢 我現在是用機頂 我插了那支Roll的麥克風 那不是用我這個Wireless Go 現在是用機頂的麥克風 那所以我真的覺得這部機 方便的地方 它就真的可以 直接插威 不需要加Adapter 這個很棒 但更加棒 其實這部機 都可以加 插這個Headphone 雖然它沒有一個 直接插的Headphone Jack 它是沒有的 它是需要USB插進去 再轉接 但這條線 富士就很鬆 不過也不要緊 不是很多人需要 即是不是很多人需要 即是監聽 好像我現在自拍的話 我是不需要監聽的 因為監聽 我拆完就很死累 但如果你是認真的製作 拍片的話 你真的需要監聽聲音的話 你可以用它原裝 官方送的那條 那條USB線 直接插那個Headphone 就可以聽到聲音 今天相當大風外面 吹了亂了 沒有大疏 沒有人發 在疫情看下 大家希望不要介意 OK 這些反彎旁邊 有個不好處 我永遠都會看著螢幕 所以比較少看鏡頭 其實這是一個習慣 作為一個拍片人 你習慣了看鏡頭就看鏡頭 假如開頭不習慣的話 我就會看螢幕更多 所以有些人覺得這些 反螢幕不夠好 大家都會看著旁邊的螢幕 不過事實上也是 如果螢幕反向上 我就看上高 反下低就看下低 所以始終都要攝影師 就是那個Vlog Youtuber 起碼都要自己習慣了 看鏡頭 所以我覺得 你習慣了看鏡頭 無論是反上 反下 反左 反右都沒有分別 不過反旁邊的好處 就是可以上高 裝咪 這樣簡單 不用再想什麼配件 我覺得這條片 就是HDR 我再拍一條 不是HDR 給大家看看 OK 現在這個 就關了HDR 你看到 背光位的話 我的臉會暗 當然 如果不是背光位的話 就可以 所以有HDR的話 會比較方便 對於一些 後期不想搞那麼多的人 會比較方便 OK 現在就背光了 睡眠聲暗了 這個就是沒有HDR的效果 剛才第一段 HDR的話 會比較清楚 OK HD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